剛才也上幾位的回應,我這邊再初步先說明一下 剛才潘先生講到說現況實測來套位 這個等到我們的規劃圖更精準的時候,這個我們會來做 那中繼住宅的平行,基本上我們現在有分單房、雙房跟三房的平行 那分別是6比3比1,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公佈相關的資料在我們的網頁上 那至於剛才廖先生也講的社會住宅的管理規則,我們現在已經有草案準備要送議會來審議 那再來是江亦萍小姐很多希望這個部分我們都會把你記下來,下次的話會一併回應,謝謝 那剛才孫欣先生講的保存大道路96項的這個數目,這個我們會再去現場再去確認一次 有關96項兩側的綠數的保留 不能偷砍 不能偷砍 那個現況都已經有 還有Google的那個影像組,你也不用怕我們偷砍,好嗎? 這個我們都會現場靜砍的保存 我如果會偷砍,那我告訴你不會砍,我也會偷砍 那我現在告訴你 不可以這樣做,真的 各位,因為我們現在距離我們結束的議程大概9點也快到了 那我們還有剩下三位的民眾發言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讓我們議員先發表一下看法,好嗎? 好,張茂南,張議員,謝謝 好,那個機長,以及我們市政府的各單位的代表 現場所有滿滿的我們祝福敬明大家晚安,大家好 好 第一個,我首先要肯定,台北市政府今天來應該算是非常有誠意 我們是大家選出來的議員,當然我們在這邊一直期待跟期盼 就是剛剛主席講,一天都不能等 所以今天在這邊所有人這個發言 我們都希望是一種良性而互動的 我們希望催生讓這個開發案能夠盡速 但是在開發的過程當中,能夠兼顧到各位大家所想要的 包括束保,包括所有一切的,包括日照錢,包括容積、健庇 我想都要考慮進去 那我剛剛坐在底下,漸漸的看我們主席今天 到底有什麼功力來組織這個會議 我看他剛剛是不憋不看 意思就是當各位講話情緒比較激動的時候 他都能夠承得住氣 我想承得住氣這個意思是告訴大家就是 不是要來對抗市民,是要來協助市民 是要做一個讓市民喜歡的公共造景或者是公共建築物 我想這個觀念應該是建立起來的 因此我認為說大家可以苛責市政府 我們也應該給他更多的苛責跟指教 不過我希望停留在一種善意的而且正確的方向 因為如果這個地方擺難20年大家都吃虧 這不是台北市所想要的 我也了解各位居民 大家也是希望能夠讓他盡速的來一個 就是一個新的家 那讓捷運盡速通到這邊 讓整個地基都能夠 不要說共享繁榮 就是讓台北市有一個景觀 有一個更好的方式 那麼剛剛也提到永春筆的這種公園的立地的造景 不過在這邊要特別講就是 剛剛有許多民眾提到了就是 區域的整個發展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不能只有做廣池延期的開放 應該對旁邊的 應該前應站旁邊的800公尺 或者是以廣池為中心的多大的一個直徑或者是半徑 應該要納入整體開放 也就是說這邊的容積如果能夠到400 那其他的地方容積也應該一起跟著放寬 不然的話周關可以點燈 周關可以放火百姓就不可以點燈 對不對 我想這個觀念只要建立起來 當然今天我們不是來好像就在企業各位 我們也沒有劃中其中的真的一個意識 我只是說一方面也跟各位在場大家表示辛勞 那一方面我們也肯定是否 不過我想在未來我們都應該用善意的監督 不要就是說當我們講那個無限上高的時候 可能大家都做不到 那是大家都在耗時間 好似乎已經耗了八年 如果科四五到八年都不是市民置物 我在這裡也沒有房子 那我希望的各位在這邊每一個都能夠感受到那一種被尊重 而且開發資本所帶來的這樣子一個好的景象 這是我希望的 所以我歡迎大家用心的監督市政府 不過我們用一種更積極 而是不是在就是說在合理理性去處理 我是這樣想好不好 我想應該大家會贊成 對不對 謝謝 那那個王議員 在這裡面